有关老挝南部城市巴塞湄公河水域航班失事事故的搜救工作目前仍在继续 老挝政府宣布 到当地时间10月21号为止 搜救人员已经找到43具遇难者遗体 目前搜救人员正在努力扩大范围搜寻余下的6具遇难者遗体以及飞机的部分残骸 搜索专家说 一个声纳系统已经在湄公河探测到了包含飞行记录器在内的部分驾驶舱残骸 但失事水域水流浪较大 加大了搜索难度